單元我們來看的主題是如何求得彈簧的 kc 物理算數 這個是我們看過很多次的一個直塊彈簧的實體結構 我們透過數學模型化可以把這個直塊以 n 代表 彈簧分別以 k 等 c 就是彈簧常數跟 n 字主義係數來代表 這個彈簧系統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求得彈簧的 kc 值 我們來假設一個狀況 如果像這個單字熱度系統這個直塊的 m 等於一公斤是已知的 那我們又沒有 ydfd 作用 我們把這個直塊往上提升一個距離 大約在零件這個地方釋放掉 那它就會來回震盪 這是我們看過的 這個就是一個 衰減的來回震盪的衰減訊號 這是 赤組密系統狀態 假如說我們也確實能夠度量到這個位移的響應 xt 那我們就可以去推算出來這個系統的 k 彈簧常數 以及c 年次主義係數 那我們就來看怎麼做到 右邊這邊是我們需要用到的所有的方程式 那我們就圖像來看 首先由這個衰減的訊號 它的來回震盪可以觀察出它的 一個震盪的周期 我們說這是Tn Tn 我們從 檢測單元 對數衰減可以知道這個震盪周期會等於2π3 omega t 那 omega t 是主乎自然頻率 那它是無主乎自然頻率乘上跟到1000克4平方 那實務上呢 因為 c 的值 很小 主乎自然 在實務上 ωb跟ωn是很相近的 所以 Tn 知道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推算出來無主乎自然頻率 Fn 所以由正上周期 Tn 那我們實際去讀 1.65秒 這邊是0.8秒 所以Tn是0.85 那 接著 由 導數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推算出它的無主乎自然頻率Fn 是等於1.176Hz 那接著呢 我們又知道 無主乎自然頻率 ω2 是等於2π1 跟k Fn知道 那我們就可以推算出來 它的糖分常數k值 所以k值會等於 2πFn的平方 乘上m 得到是54.611 然後 要注意在這個地方 的單位 是你的單位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 取得 Delta 這個就是 對數 衰減 我們先觀察 第一個 波峰 它的量 也可以找 第二個波峰的量值 然後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求Delta 就是對數衰減 那這個對數衰減呢 因為我們取得這兩個量值 第一個量值是 0.5 這是第一個波峰 第二個波峰 大概是0.45 0.4是兩個相0 所以這是1 這是2 所以 N是等於2 所以是1分之1 LOG 0.5出上0.4 所以就得到Delta 這個對數衰減是等於0.105 那要注意對數衰減它是一個無儀次的單位 好 那這道Delta 我們先前也看過 Delta跟阻尼比是有這樣的關係 如果阻尼比很小的時候 Delta平方 這個就比小值 所以相當於Delta 以上2π 就可以得到阻尼比 所以我們 由Delta 以及Delta 儲上 Pi 那就可以得到 儲目比是0.167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去 推算 CC 這個就是 零界 阻尼係數 那它會是等於 兩倍的更號mk 或是 兩倍mωm 那我們就用兩倍m 更號mk 算出來就可以知道 零界的延至阻尼係數是14.7 0.7 0.5 好 那最後 因為我們知道了 阻尼比 也知道了 零界阻尼係數 所以我們當然就可以推算出 這個系統的C值 延至阻尼係數 那會是等於 1.27 9 吳吳 0.5 好 那 這個單元 我們的重點 是在 求得 這個 彈簧的 KC值 就是它的彈簧常數 跟 黏字 阻尼係數 那我們用的 就是 時間域的響應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磁塊 會有 這種來回 震盪的 現象 有這些周期 阻尼的特徵 那我們就可以推算出 螳光常數跟 明治阻尼係數 好 這個單元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